即便今天立法院冲突不断 各地方县市首长还是要挺进立法院 参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也首度出席 表示台北虽然身为首都 资源需求资源较多 但也的确还是有需求 这番话让其他的县市首长相当不满 要到立法院参加前瞻宫庭会 却被抗议年改民众团团包围 彰化县长魏明鼓全身被淋得湿答答 只能躲进立院慢慢吹干 脚被揣了几下 然后衣服都被淋湿了 刚刚把他红干拆出来 红了一个小时 很不幸的 我们要进来这里花了一个半小时 我的双风几乎垮掉了 就算狼狈 县市长也要进到立法院争取预算 前瞻宫庭会第五场 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也亲自出席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各县市是以抱着一种抢钱的态度来的 台北市还是这样 我们觉得我们当时在报的时候 第一次送到行政院之后 877亿了 我们就已经相当节制 台北身为首都 的确资源比较丰富 但是正因如此 许多建设不只建给台北人 柯文哲一口气提出多项建设 包括北美馆扩建经费 古迹保存 南港机场 长照 道路管线等计划 希望中央给点帮助 前瞻基础建设申请的时候 我们是抱着一种 本来就要做 只是中央给我补出一些钱 做得更快 更容易这样 不过柯市长这番话 听在其他县市长耳里 似乎还是太天龙 从基隆到南港 要花81亿 有几个 全国的老百姓 有几个能够感受到 政府这个美意 谁会感受得到 我也不是天龙 也不是地府 我们是一个台山县的水牛 前瞻基础建设经费 地方县市长抢破头 毕竟禀就这么大 千辛万苦挺过场外抗议民众 抢钱抢资源 当然更不能输给其他县市 欢迎收看 袁俊昌黄英传 台北博德